之前阿伟不是盘过一期奥特曼和孙悟空谁更强吗 然后得到的结论是 孙悟空肯定是要强于奥特曼的 而且是任何奥特曼 因为孙悟空的法相天地 就能秒掉不少低阶奥 再有就是人的七十二变 也是神通广大 所以不管是战礼还是法术 奥特曼必然不是大师兄的对手 但是经常也有小伙伴私信问我说 既然奥特曼打不过孙悟空 那打打二师兄猪八戒 那总能手拿把架手到擒来吧 毕竟二师兄是个好事懒做 胆小怕事的呆子 奥特曼一招光线 估计就能给他秒了 要是这么说 只能说明你们还是不了解二师兄 那本期阿伟就给他盘一盘 猪八戒到底能不能打得过奥特曼 首先我们先看看猪八戒的地位 大家都知道猪八戒在下凡以前 在天庭人可是赫赫有名的天蒙元帅 而天蒙元帅说穿了就相当于 天庭的海军总司令 所以当时猪八戒手上掌管着八万兵 可以说是身居要职 位高权重 大家想想看猪八戒要是没点真本事 他能干得了这个 同时从这个职位上就能看出 猪八戒擅长水战 而奥特曼大部分都是在地面战斗 不过在水中也不是不能战斗 只是略显吃力罢了 比如雷欧第一集 赛文在水中对战孪生怪兽 不仅占不了什么优势 甚至还被打断了腿 就连初代在水中战斗 也只有嬉笑打闹的份 而且大家要知道 这还只是潜水区 难道就没有哪个奥特曼能在深水区 与二师兄一决死战了吗 那当然也不是 咱们的阿古如就可一战 毕竟人是来自海洋的蓝色之光嘛 除了位高权重 善于水战以外 老猪的战斗力到底怎么样呢 首先天蒙元帅时期的猪八戒 战力肯定是没话说 不然也不可能在天庭掌管八万水军 那下凡以后变成猪腰的猪八戒 战力到底怎么样呢 咱们先来看看猪八戒的武器 大家都知道 二师兄只有一样战斗武器 那就是九屎钉耙 但大家可不要小瞧了这个耙子 人的全名为上宝青金耙 是他让老君用神兵铁亲自锤炼 再由六丁六甲之力锻造而成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八戒的九屎钉耙 不仅重达5048斤 也就是2.5吨重 更是一个攻击力强 防御力强的实战力气 有多强呢 这么跟你说吧 天草神将近接近 地府阎罗心胆怯 就俩字 贼牛逼 而我们都知道 奥特曼中使用武器的选手 也是非常的多 黑化贝利亚咱就不说了 比如杰德有王者之剑 和赤刚战斗仪 欧布有欧布圣剑 和欧布三叉戟 赛文有赛文投标 奥特之父有奥特亚铃 甚至奥特之王 都有奥特斗篷等等 但是奥特曼使用的武器呢 并不是以近战硬刚为主 一般都是以武器自带的光线 或者特殊技能属性取胜 所以猪八戒能不能打败奥特曼 咱们还得看看猪八戒的法术如何 这时候有人要说了 就猪八戒那么两个 甚至还没有唐僧高 在动不动就四五十米的奥特曼面前 猪八戒就是个弟弟 根本就挨不了两下 这里大家还是低估了二师兄 大家都知道 孙悟空有72般变化 和法相天地的本理 但你们别忘了 咱们二师兄不仅有36般变化 人也可以变大变小好吗 所以这变得跟奥特曼一样高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而且据猪八戒自己说 要是遇到南风 人还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 如果二师兄没吹牛的话 猪八戒最大的身高 要是猪八戒和奥特曼打起来 仅靠这36般变化 变个鱼变个树啥的 这奥特曼一时半会 还真拿他没辙 就算耗时间 也能把奥特曼的三分钟给耗没了 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 虽然猪八戒没有孙悟空变得多 但猪八戒的36变属于天罡 孙悟空的72变则属于地上 所以孙悟空的变化 一般用于辅助战斗 而猪八戒的变化 则以攻击杀戮为主 战斗杀伤力根本不一样 除此以外 猪八戒还有一项风范尔的技能 什么是风范尔呢 就是猪八戒可以利用两个大耳朵 腾云架五遨游四海 而且速度还极快 虽然这不是个主动进攻的技能 但是可以有效的牵制 或者消耗奥特曼的能量 不仅如此 猪八戒的总体实战 也是可圈可点 因为当初孙悟空 第一次和猪八戒交手的时候 两人打了大半夜都没分出胜负 按照当时的时间推算 这两人至少得干了有六七个小时 而且孙悟空手持的可是 13500斤的金箍棒 可比老猪5000来斤的九尺钉耙重多了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 猪八戒还能硬扛六七个小时 可想而知 其战斗力有多强 这时候又有人要说了 那是孙悟空故意耿了六八戒呢 闹闹 一六六六七个小时 不嫌累啊 当然猪八戒的战斗力 肯定没有孙悟空强 但是猪八戒这战斗力 打起一般的奥特曼 那肯定是没什么压力 为什么 首先猪八戒没有孙悟空的金刚不坏之身 所以战斗起来 猪八戒只能用躲来防御 再有 猪八戒不管是装备 技能还是法朱 都远不如孙悟空 关键是 这货还经常掉链子 没有一颗无惧无畏的决心 所以当猪八戒真正面对 像神秘四二这样强力耀势 想取得胜利 估计应该是没有任何可能 但是对付一般的奥特曼 猪八戒的实力那肯定是够了 当然 如果遇到像格力桥这样的女傲 获得本心在那摆着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成为娱乐瞎砍 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大家就当看个乐呵 欢迎大家指正补充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